你好,我是匈东人 阿富汗爆发新内战 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国家 我以前不太清楚阿富汗为什么历史上战乱不断 后来我到了尼泊尔旅行 或者说是逃难四个月之后 我对阿富汗才有了深刻的认识 阿富汗的地形跟尼泊尔非常相似 就是说他们都是独特的山区国家 有点类似中国的云南 甚至比中国的云南更加复杂 所以说那些地方可以这么说 战乱自古以来都是不断的 尼泊尔在历史上也是战乱不断的 阿富汗历史上更是如此 但是这个战乱不断 一方面给他当地的居民带来了生活的困难 因为本来山区居民就生活困难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中国的这个大家都知道蒙古大军很厉害 满洲人还有北方的少数民族都一再的占领中国 因为他们获得了比较先进的西方技术 但是中国还有一个地方呢 没有什么先进的技术 但是的战斗力很强 那就是云南 现在很多人不太了解云南 要知道南亚的泰国和缅甸 这两个民族都是从云南出发的 也就是说都是云南的少数民族 泰王府到现在还在西传版纳那个地方 我亲自去参观过 也就是说这两个少数民族在云南的内战当中脱颖而出 后来又受到挤压 他们就是向南方发展 一个呢就是建立了泰国 一个建立了这个这个这个缅甸 阿富汗的人呢也是如此 阿富汗历史上曾经呢 让这个大英帝国 让苏联帝国这个头疼不已 所以他被称为帝国的坟场 因为他的地形太复杂了 他能够养育大量的这个 就是反对派武装 从某种意义上呢 我把它看成另一个 跟他跟另一个典型的这个地形呢 相相对应 那就是希腊 希腊呢就是得天独厚 他一方面靠着地中海 温暖 然后肆意于航行 但另一方面呢 他也是地形复杂 非常复杂 他就是几乎就是一连串的山区 而且那些地形呢 往往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所以说呢 可以这么说 人类的民族 人类的高级文明 就是在希腊孕育的 阿富汗呢 就只能孕育战争 所以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说 伊斯兰国攻打塔利班 我一开始感到吃惊 因为塔利班掌权呢 在区区三年时间 2021年 美军撤出以后 塔利班才掌权 怎么现在又打起来了呢 新的内战又崛起了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阿富汗呢 他以前呢 这个就是说 在美军撤出以前呢 当时在阿富汗呢 就有三支武装力量 就是说呢 暗中跟美国作对 他们也搞不起大的名堂 但是呢 他们都是活跃在山区 一来呢 中共能够给他们提供 大量的金钱 雇佣这些人 那些人可以这么说 一个月你给个几十美元 他就愿意去当兵 做游击队员了 就搞全民武装 就是中共的那个什么 地道战地雷战那一套玩意 所谓敌后抗战一样 所以说呢 这个塔利班能够生成20年呢 主要是靠着中共的金钱 得以维系 当然另外呢 还有来自阿拉伯世界 就是中东石油国家的那些富豪呢 也向他们源源不断的注入资金 都是通过巴基斯坦 这个跟阿富汗接壤的那个地方 因为那两个地方的那个普斯图族人呢 是分布在两国边境一带 美国的这个做法都是非常文明的 所以说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最终撤出来呢 他是一种必然 就是美国在那个地方 再阿富汗再拖个十年 二十年 阿富汗人也不会轻易改变 就像这个三千年来 或者两千年来的中国人 基本上没多大变化一样 你看看现在的中国 中共中央委员会也好 这个中南海也好 还有这个中共军队也好 跟秦始皇时代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表面上你看现在 习近平甚至都学会了穿西装 还会穿中山装 这个走到甚至能坐飞机 到世界各地去访问人模狗样的 但实际上呢 他脑子里面呢 回旋的念头呢 跟秦始皇时代没有什么区别 也就是说呢 他的这个脑回路啊 他的这个智商结构啊 什么的知识结构 跟秦始皇时代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就基本的这个政治观念 生活观念 都跟秦始皇时代 没有什么区别 阿富汗人也是如此 阿富汗这个有三支力量 当时呢 潜在的对抗美军 当然最强大的就是 众人所知的就是塔利班 塔利班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联盟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两支力量 一个呢 就是大明定的基地组织 基地组织呢 是美军的重点打击对象 后来呢 在阿富汗终于示威了 但是呢 从基地组织里面 又派成出来一个新的组织 就是伊斯兰国 这个伊斯兰国呢 也曾经遭到美军的打击 而且呢 在伊拉克呢 也成为各方面打击 围剿的对象 在叙利亚呢 也是成为 这个打击的对象 就是各方面力量 打击的对象 但是呢 这个伊斯兰国呢 并没有消灭 因为伊斯兰国呢 它是逊尼派的 这个一种武装 这个武装呢 它的管理办法呢 跟塔利班有所不同 就是说呢 伊斯兰国呢 是以个人为中心的 所以它一旦有一个 强有力的首领 阿富汗人呢 它又败倒在强权面前 所以说呢 这个伊斯兰国呢 就能够迅速的扩张势力 目前呢 阿富汗就这种情况 大家还记得 这个塔利班跟美军 原来打成协议 美国撤出 阿富汗在机场上的时候 伊斯兰国呢 想破坏这场撤出 因为伊斯兰国 非常奇怪的 你要是其他国家 想啊呀 你反对美国 反对了几十年 美国撤走了 你不是好事情吗 先把美军送走了 再说 对不对 万一美军流害了 怎么办呢 因为当时美军呢 跟塔利班达成了协议 就是万一在撤走过程中 遭到袭击 美军就不走了 这个协议就无效了 就是说 你一旦撕毁这个协议 那我们也没必要 遵守这个协议了 所以塔利班呢 在全国呢 小心翼翼的 避免发生任何事情 但是呢 伊斯兰国呢 觉得不能让美军撤走 因为美军撤走 他感觉到塔利班 就可以腾出精力 来对付自己 那就麻烦了 怎么办呢 所以呢 他要拖住美军 因此就发动了 机场的袭击 幸亏呢 这个当时美国政府呢 权衡力辟呢 觉得还是 尽管呢 这个遭到了突然袭击 还是撤出了这个阿富汗 这个伊斯兰国呢 这几年呢 虽然说他的势力呢 被这个塔利班给压住了 但是呢 塔利班的执政呢 塔利班毕竟都是一些 乡村的农民 山区的农民 这帮人呢 呼搞一气 也就是说呢 他毕竟实行的是一种 非常古老的一种法律 伊斯兰国也是 但是他们呢 有很大区别 具体的细微的这个区别呢 分析起来 大家会觉得没什么意思 总而言之呢 他们就有点像国共两党一样 就是说呢 有共同之处 也有区别 然后呢 这个伊斯兰国呢 现在正在逐渐壮大 而且呢 塔利班执政以后呢 他内部的矛盾呢 开始愈演愈烈 这个伊斯兰国趁机就招募那些 对目前呢 阿富汗政府不满的塔利班分子 加入了进来 甚至呢 据说现在已经渗透到了 情报总局和政府的各个部门 然后呢 在过去两个礼拜呢 伊斯兰国开始发威了 居然在七个省份里面 对塔利班发动袭击 导致塔利班的政权呢 现在面临危机 更何况塔利班在阿富汗国内 还有一个敌人呢 就是北方联盟 因为北方联盟呢 他的这个种族不一样 我们都知道塔利班呢 都是普世都人 就是一个民族 这个民族 而北方的那些人呢 实际上是塔吉克人 就是北方联盟 那些人呢 是表面上接受了这个塔利班政权 中央政权啊 我们作为地方武装存在 但实际上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 进行反扑 所以说呢 现在伊斯兰国这个 猛烈攻击塔利班呢 为将来阿富汗三足鼎立 就是进入三国状态 创造了一个条件 另外呢 这个无度有偶 这个河南呢 也开始爆发新的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呢 我们都知道 是过去呢 中共呢 利用秋收 大家刚刚打完有粮食吃 就趁机鼓动一期 大家去起义 现在呢 这个秋收起义呢 在河南再次爆发呢 拥有另一种含义 大家都知道 一般认为呢 河南民分敦普 这个共产之分呢 普及 庄家一到收获季节了 现在 这个 这个河南农民呢 就开始纷纷举行 秋收起义 这个秋收起义呢 基本上是不用武器 主要用人力 也就是说呢 村民呢 成百上千的 看到哪个地方 庄家收获了 或者收获之前 或者呢 就是那个地方的地多人少 然后呢 就冲过去抢 不管是从这个芋头 就是红薯 到花生 到药材 反正有什么都抢什么 村民们 部分男女老少 纷纷夸着 拦着 扛着麻袋 还有开农用车的 拖垃圾的 人山人海呢 都去忙着拆着 有些这个大户人家呢 就用警车 吊警车来 就是要花钱 请警察来帮忙 都不行 然后呢 现在河南 很多地方的农村呢 简直呢 就成了战场 就跟当年的中原大战 差不多 所以有人就分析说 其实自古以来呢 因为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 因为中国受儒家思想 影响最强烈的 第一个是山东 第二个就是河南 第三个是河北 所以呢 河南呢 从来都是这样的民分 这个呢 过去呢 它不叫搞共产主义 它叫吃大户 它叫大纠纷 也就是说呢 你有钱呢 大家就一红耳上 把你给抢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呢 很多人以为呢 这个大土豪 分田地 共产党搞这一套 才造成了这种民分 其实呢 这是中国传统 只要天下大乱 河南人民群众就会 激活抢劫 把地主富农 连打带杀 连骨头砸热 都不会给他留下 一位山东网友呢 甚至作证说 说我的家乡 与河南搭界 他们河南人 从来都是这样 堂而皇之的来 就是抢我们山东 辽城市 阳谷县农民的庄稼 然后呢 他小时候呢 曾经问过那些河南人 在抢他们庄稼的时候 为什么说这个庄稼还没有成熟 还是这个 就是还在杀青的时候 就来抢 这个河南人都理直气壮的回答 说这个熟了我们怎么偷得到手啊 我们离你们几十里路远 说等到这个熟了以后呢 那你们这附近的盗贼就偷完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得赶紧动手 所以也有网友就说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中国这个地主 必须成为恶霸了 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恶霸了 他说你不当恶霸的话 你要是做一个聪明勤奋的农民 你老老实实送了庄稼 最后都会被人家抢走 你连自己的劳动果实都保不住 你不是恶霸的话 你在中国农村 你保不住自己的田地庄稼 你也保不住自己的老婆孩子 最终呢 都会被人家抢走 因为中国农村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所以说呢 在中国这个 自古以来呢 你要想混下去 你要么呢 就当一个恶霸 要么你买通官府 要么呢 你跟这个土匪流氓呢 相勾结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中国过去 所谓的乡绅 表面上呢 都跟中国的统治者一样 讲究仁义道德 就像共产党一样 讲究我们为人民服务 但是他们的服务方式呢 实际上呢 就是难道女仓而已 所以说呢 中国自古以来呢 只有两种人能够存活 就是说一种是镰刀 一种是韭菜 你要是不想做韭菜 那你只有去做镰刀 否则呢 你要想 就想做一个 就是既不想当镰刀 又不想当韭菜 你想挤在中间 那最悲惨的就是你 就看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